大家好 我是阿貝 今次旅程又是JR Pass之旅 將同大家利用旅客限定的 吳天關西港域鐵道周遊卷 同大家遊覽江山福井和大阪 Pax的价钱是12000日元 可以5天之内无限次乘搭地图显示区域的JR列车 详细可使用列车和座位旅行资讯可以看官网 我会放在info box给大家 而说时迟那时快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到了江山 今天首先到关西机场 搭JR的HARUKA过去新大阪站 然后在新大阪站再搭山阳新框线来到江山站 这两台车的价值已经超过8000日元 但还是可以利用这个 五天关西港域铁路周邮券搭到的 是不是很划算呢 不过我想说更划算的东西 就是这个车的重点是去江山的森林艺术祭 它是9月28日至11月24日期间 在江山远北部举办的国际艺术祭 分别会在21个会场 展示出来自世界各地合共42组 43位创作者的作品 而观赏这些艺术作品 需要购买铁赏券 官方推出一个可以观赏 全部会场作品的铁赏护照护照 在建场购买需要3000日元 但你知不知道 这个艺术祭铁赏护照 加上五天关西港域铁路周邮券 加在一起的组合是多少钱呢 3秒大家猜 3 2 1 答案是没有变过 也是12000日元 即是跟只买 关西港域铁路周邮券是一模一样 所以是不是非常划算 这个套票组合 大家可以在不同的旅游网站买到 详细之上 我会放在info box给大家 我现在身处于江山的一间酒店 这一间就是JR江山站一出 步行2分钟 就极速到达的格兰比亚酒店 Hotel Granvia 这个旅程很荣幸 得到JR西日本邀请我们过来採访拍摄 令我们又恨着这间酒店的高级房间 事不宜迟快速来一个房间 Go 这里就是房间的门口位置 整间酒店房充满着木的元素 真的很漂亮 首先进来右手边有两排挂衣的地方 走前一点有全身镜 内有乾坤 首先有一个Panasonic的蒸汽烫兜 下面有一个烫衣板 收起来的 进来这边 这里就是梳洗的区域 是一个open area 半open 为什么呢 因为门可以关上也行 有两对门 这对门是厕所的独立空间 是很漂亮的小屁屁屁屁屁屁屁 另一边的门当然就是洗澡的地方 是浅木式的unit bath 这块镜配上了两个很光亮的灯条 很清晰看到自己的样子 化妆就非常方便 这个洗手盆也是很漂亮的设计 出去 首先 这里有个大电视 还有一个capsule机给大家 免费提供了茶和咖啡 那些杯子是非常漂亮的 这个是干山的鼻前烧 很棒 来到我们睡觉的地方 就是两张单人床 这边就是刚刚我们拍片的地方 有个茶几和一张椅 另外还有一个很舒服的沙发 但是我觉得这房子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地方 就是刚才的背景位置 记不记得是什么 非常漂亮 我们今天进来check-in的时候 是黄昏的时间 黄昏的时间 这里更迷人 我就拍了个timelapse给大家 大家可以看看吧 森林艺术祭的第一站 我们来到江山 萊尔丁 这里本身是一个室内槌球场 艺术祭期间就发生成为艺术品 名为the nature above 我的艺术祭铐上passport 已经准备好 我们进去吧 入到去真的立刻 哇一声 好漂亮好漂亮 就好像置身在一个梦幻森林里面 作品利用特殊的面 造成影像错觉 天花板的树木都倒影在下面 令我们360度 都有被树林包围的感觉 配合灯光设计 再加上风扇的微风 令到树木会不断微微地移动 整个森林空间 真的令人眼前一亮 我就真的很喜欢这个装置艺术 这个艺术品 除了视角像 好像置身在森林之中 臭角像一样也是 因为在这里闻到一阵 放香的木味 非常之正 而这个作品的艺术家 可能大家都认识 他就叫做林德罗压利森 他就是金泽 有一世纪艺术馆的 装置艺术泳池的艺术家 是同一个人 下一站 我们过去对面的 内衣丁现代美术馆 这个美术馆的建筑很有风格 大家首先认识 这个圆筒形建筑 美术馆的原价入场费 需要700日圆 但是 有了艺术制 鑒上passport 就可以刮完QR Code 直接入场 美术馆 美术馆本身主要有三组艺术家 所创作的巨型作品 其中包括眼前 由公协爱子创作的作品 大地 在艺术制期间 版本隆一 和高谷史郎 一起创作的 劇场艺术品 就会融入其中 我觉得整件事 真的非常之格 非常之美妙 大家都不妨正心观赏一下 看看 坐着听着看着 感受着这个艺术品 真的觉得很舒服 很好看 有一种内心飘下飘下的感觉 来尔丁现代美术馆 是全球首座张作品和建筑 半永久性结合的美术馆 刚才看过大地 现在就和大家去看太阳 太阳这个作品很特别 需要沿着旋转楼梯上去 才可以看到 第一眼看到作品的感觉 是觉得很厉害 就好像进入了太空船 无重状态 大家还记不记得一开始的 圆筒形建筑 没错 这里就是建筑的内部 好 我很喜欢这个艺术品 这里是美术馆的常规艺术品 什么时候来都可以看到的 这个主题是太阳 但我身处在这里 觉得自己好像在一个 宇宙的世界 只能听到我的声音 是有回音 而且它所有东西都是反射 反地心吸力感的 把椅子在上面 这个摇摇板在上面 所有东西都是相反了 再加上你站在这里 是一个不平衡的地板 是一个很全方位的一个艺术品 完全感受到自己身处太阳宇宙的感觉 不得了 JR津山站是来往各个艺术品展示会场的中心车站 大家可以由江山站乘搭JR津山线到达 而在艺术祭期间 还有加上艺术祭快速列车的班次 在江山站的陶太郎观光中心 和津山站兑出的Information Center 都可以兑换到艺术祭鑑赏passport 出示QR Code给职员就可以了 而刚才去的两个艺术会场 都可以在这里的3号巴士站 乘搭巴士去到 另外艺术祭期间 津山站都设有免费的巴士 来往津山市不同的艺术会场 下一个我们会去的地方 就是免费巴士的第一站 于1936年建设的津山铁道教育馆 是一座以钢筋运营图建造的 线形机关车库 在这里可以收纳17台火车 是仅次于京东梅小路的机关车库 每个火车的旁边都有着火车的相关解说 可以让大家认识更多 在艺术祭期间 韩国著名艺术家 金手指 将整座 线形初腐的2188片玻璃 全部都贴上零镜贴纸 在阳光照射下 就会幻化出纷纷的颜色 而职员告诉我 4-5点来的光线是最美的 彩色的光影会更加广 更加显眼 下一站 我们过去津山观光中心 这里设置了三台 用水泥制作的冰冰波台艺术品 将艺术融入日常生活 好 那等不懂得打冰冰波的我都玩一下 戴圆笔 另外光光中心旁边的 津山科学教育博物馆 亦设有艺术作品 艺术家透过AI 制作成生动的大自然生态影片 和博物馆内的生物标本 作出动态的呼应 我们现在来到 今天最后一个艺术作品了 是一个非常隐蔽的艺术品 因为我们现在在这里 还要统一段路才到达这个洞的入口 这个叫做满旗洞 有一个天然的洞穴 这一款经常出现在日本动画中的红色彼岸花 就是艺术作品的主要元素 这款旗洞是一座天然的中雨石洞窟 亦是江新院指定的天然纪念物 原价的入场费需要1000日圆 一样也是 有艺术制夹上passport 就堆一堆QR Code 就可以直接入场 真是好棒 满旗洞 整个洞穴的总场大约450米 今次艺术制放置了 由日本著名摄影师兼电影导演 卷穿十花的作品 好期待呀 一进去 未到艺术制作品之前 已经觉得 哇 这里就是一个大自然鬼斧神功的艺术品 冬菇被五盒绿色的LED灯照亮着 营造出一股神秘梦幻的气氛 由于冬菇全年温度维持15度左右 所以进入到内会觉得很舒服很凉爽 但注意整个冬菇的高度都是矮矮的 就算我这么小粒 有时候都要弯身才过得到 但我又挺喜欢这个压壁感 因为这样就可以近距离欣赏到 中雨石的奇景 我们现在进入红色的世界 眼前的是卷穿十花 在艺术制期间 利用中雨石和彼岸花呈现的壮丽作品 由于彼岸花的花和叶 永远无法同时胜放 所以在日本 红色彼岸花是代表死亡和离别 作品透过红色灯光 再搭配声音效果 制造出梦境般的二世界场景 希望引发观众对生命、死亡和美的思考 满旗洞是位于江山的新建市 大家可以在JR新建站或JR井仓站搭巴士来到 而另外在艺术制期间 津山站还设有一日一班500日巴士 可以带大家艺术制一日游 每个景点都会停留15至60分钟的时间 当中就是包括满旗洞这里 一样都是在津山站的8号巴士站开出 不需要提早预约 详细资讯我会放在Info box给大家 早晨!第三日的行程 今天我们会游览江山热门的景点 包括江山城、厚乐园、仓夫美观地区等等 同时也会介绍另一个周邮券给大家 就是这个江山乐享周邮券 原价是要2800日圆 但如果搭配JR关西广域周邮券一起买 只需要多加800日圆便可以 即12800日圆便买到这个套票 江山乐享周邮券 可以在以下设施内任选三项使用 相信大家都看到了 是包括江山森林艺术祭的鑑上passport 而另外包括的设施 大家可以去参考我今天的行程 事不宜迟出发 第一站江山城 是日本八大名城之一 由于江山城天首角的外观是黑色 所以它又被称为乌城 从顶层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玉川和后乐园 并且能够360度欣赏江山的城市景色 江山城是江户时代 是江山番厅所在地 大家可以在其他的楼层了解更多相关的历史 这是江山享乐之楼券的实体版 正常大家都有电子版 有个KR Code 可以直接给电话职员搜索 你想去的设施 就可以得到设施的入场券 我现在来到江山城得到的 就是入场券 和在一楼再换岭的一个圣代buffet 加上设施的转项 我现在就 先吃吧 它快要用了 看到它的造型是非常漂亮的 有个江山城在上面 下面有很多材料 有些啫喱有抹茶 下一站我们过去后乐园 过桥就到了 我想说日本的庭园景点 真的不能错过 尤其是后乐园这里 是日本三大庭园之一 真的非常漂亮 大家看到 一进来就会见江山城了 我们走前 后乐园始建于1687年 是历代番主 磁田干净 命人建造的 心灵宁静场所 亦是用来招待奔客的地方 园内面积非常宽广 占地大约14公顷 看看 眼前的宅滋池 磁面如镜 真是美得像一幅画 个人意见 去庭园景点的最佳动作 就是 见到椅就坐 因为包园是一个很漂亮的景色 看看 配合江山城的庭园造景 真的很无敌 原来还有一座名为 维深山的人工小山 登上小山的山顶 我们可以抚恨整个后乐园的美景 可以告诉大家 后乐园就是我在江山最喜欢的地方 因为身住其中真的很舒服 现在就带大家去我在后乐园最喜欢的位置 这里叫做楼店 是以前黄室用来休息的地方 可以见到有水流在中央穿过 令这个空间变得非常清凉 这里真的超舒服 好想在这里坐一整天 好我们现在来到仓夫美观地区 要不明白这个 好色力尺的仓夫村混河 这里也是可以使用江山落向周园券的 其中一个设施 如何使用呢 就是可以换领街道万步优惠券 刚刚已经换领了 可以在1-16号楼店里选择你想去的地方 每个位置都写了需要用多少个楼店 有雪糕食 有博物馆参加 还有一个体验的活动 刚刚我就选择了 所以去2号 11号和16号 现在就出发 拥有400年历史的仓夫美观地区 以古色故乡的白牆仓夫 和柳树街道移民名 我都来过好几次 年前的我都曾经在这里穿过牛仔和服 有兴趣可以按右上角看看 在这里的第一站 我决定去桃太郎机关博物馆 原价入场费需要600日元 现在有Q幅就只需要给4个博物馆就可以了 博物馆不算很大 管内除了展示桃太郎的历史资料之外 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利用视觉错觉的机关装置 也挺有趣的 这就是我想进来这个桃太郎的博物馆的原因 因为觉得这个位置很搞笑 现在摸一只脚 只剩下头 是怎样的 搞不搞笑 还有一个有很少惊吓成份的鬼屋 我是有客气的 总括来说 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很適合亲子旅客来的地方 下一站我们进入这个位置的铺中铺 原来它是榨太郎品牌 原来它是榨太郎品牌 高田植物的实体店 在这里我们可以用两个印花 体验一个用上榨太郎面 边缘装饰布的配件製作 我选了做瓷石 另外还有化色和扣针的选择 没想过榨太郎品牌的边缘装布 可以有这么多变化 真心推介大家过来仓夫 来这家店看看 我们最后的四个Q泊 就是进入了一间叫做 Ozakiya的店铺 换了抹茶丸子设计 原价要500日圆 我们现在就慢慢品尝 这家店铺很舒服很宁静 我觉得我的十个Q泊真的用得很好 因为三个项目我都很满意 这里除了环境舒适之外 丸子也很好味 不会很甜也不会过眼 味道刚好 最后以抹茶收尾 为今次仓夫美观之类 画上完美的句号 在江山园的最后一站 我们来到日本国内第一间 牛仔库厂商 Betty Smith的园区 大家可以在JR宜岛站 乘搭牛仔库巴士过来 Betty Smith园区也挺大 分别有两个博物馆 有体验工作室 有cafe 有工厂 还有商店outlet 博物馆分为1号馆和2号馆 在这里可以了解到 牛仔库在美国诞生的历史 以及流传到日本之后的 发展和生产过程 还可以见到已经有八年历史的缝印机 Betty Smith 还设有自制牛仔库的工作坊体验 傻需时间60分钟 可以即日将制作好的牛仔库带回家 大家有兴趣可以透过旅游网站愈弱 资讯我都会放在下方efulbox给大家 江山之旅就来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现在就已经坐了新缸 由江山回到大阪 刚刚就顺利check in 今晚就入住大阪站 一出这个中央南口 到达的大阪格南比亚Granvia酒店 即是跟之前江山住的酒店是同一集团 虽然房间小很多 但地理位置上非常方便 很适合会坐JR不断移动的我们 现在我想总结一下江山之旅 在最后一站Betty Smith Factory 亦是周团券的其中一个优惠设施 就是可以得到1500日圆的优惠券 加上3000日圆 最后我就选了2750日圆的小袋子 非常之漂亮 很喜欢这些零形的夹蚊 除了这个袋子外 那里也有很多千多日圆的 日本製小袋子 银包给大家选择 我是强烈建议如果大家飞关西机场 又想探索周边不同的圆份城市的话 就一定要选择JR关西港域铁路周团券 去江山的话就一定要选择 包括江山落向周团券联合推出的 優惠组合套票 懂计算的你应该明白 加多800日圆 就有江山落向周团券套票组合 即是游客一物 好了 资讯又说完了 明天就是旅程第4日 我们就会继续利用 五天JR关西港域铁路周团券 和大家转场过去福姐 再见